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宏观热点 台工商团体组团访路 邱逸分析称 官方不动 民间自己动 权动法引争议 民进党当局被质疑 无限扩权打压一击 小三通放宽限制 3月1号起 金门籍居民可现场购票 台湾老龄化日益严重 2022年60岁以上就业人口超百万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发表涉台错误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号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奉劝美方悬崖勒马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走边缘 切香肠 搞突破 停止混淆视听 信口开河 请看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旺称 世界如此关注台海危机的原因之一是 这不是中国根据其主权所认为的内部事物 而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 毛宁表示 布林肯国务卿的言论极不负责任 十分荒谬 中方坚决反对 在台湾问题上 布林肯国务卿需要认真上一上历史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基础 在台湾问题上 美方对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蓄意无视和歪曲历史事实 在台湾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 大幅放宽对美台官方交往的约束 强化美台军事联系 鼓噪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甚至有媒体爆出美政府制定了毁灭台湾计划 人们不禁要问 美方究竟意与何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奉劝美方悬崖勒马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走边缘 切香肠 搞突破 停止混淆视听信口开河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美方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本网今天发表两行快评 布林肯危险表态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文章指出 我们应认识到 布林肯对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认知和危险表态 恐怕不是不明白 而是装糊涂 美方刻意将台湾问题与俄乌议题强行关联 有意促使大陆方面升级对台军事威慑 甚至提前摊牌 从而让中国崛起进程受阻 这与美方毁灭台湾计划的动机完全一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其法理经纬不容歪曲 两岸统一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 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和事 始终在推进祖国统一力量这一边 至于什么时候 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轮不着美国说三道四 指手画脚 我们同时要奉劝民进党当局 外部势力不是台独保护伞 而是台独催命鬼 若继续斜扬自重 谋独挑衅 弃台湾人民安危于不顾 不但会自食恶果 也终将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下 两岸关系逐步回暖 两岸交流往来不断增多 本期宏观热点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来分享她的观察 欢迎收看宏观热点 我是刘宏 今年年初开始 两岸民间交流开始逐渐热络 台湾不少工商团体从三月份起将组团赴大陆访问 相关话题 我们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听听她的解读 邱毅老师你好 刘宏你好 大家好 台湾不少工商团体将从三月份开始 相继组团赴大陆访问 为什么工商团体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组团访路呢 您认为这对两岸关系发展将起到哪些作用呢 很明显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三年多的疫情期间 两岸的交流几乎中断 而台湾本身的经济非常的不好 绝对不是蔡英文吹嘘的 说台湾的经济是历史上最荣光的时刻 其实正好相反 台湾除了少数像半导体产业以外 其他的工商业 传统产业 农育业都非常的暗淡 所以呢 这段期间疫情已经缓和下来 而且大陆基本都开放了 所以台湾的工商团体会认为此时不去 那更待何时 所以这时候叙事待发是必然的 第二个 联合国对于今年全球的经济展望跟预测的 报告已经出炉了 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里面 大概就是中国大陆保持一个稳定成长的态势 所以就一个工商团体理性的角度来分析 这时候当然选择到中国大陆去寻找商机 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那第三个 看到了农历春节 中国大陆紧喷效应出现的商业红利 经济红利 发展红利 那当然会让台湾的工商业界 当然看了会非常的羡慕 会有那种垂眼欲滴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要抢得进中国大陆 抢食这一个所谓的商业大饼 经济大饼 投资大饼 发展大饼 是必然的 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当然有促进的作用 官方不动 民间动 而且民间动里面工商企业先动 你当然对于两岸之间的发展 当然是正面的 那第二个 更反映出来 蔡英文当局意识形态挂帅 这一种意识形态挂帅 政治挂帅 不顾民生需求 以及不顾工商企业死活的做法 当然会引发更大的名愿 当然会使得台湾的工商企业 更意识到蔡英文当局 台独当局的政策 是逆大势所趋的 那第三个 反映出来说 台湾的工商企业 到大陆去发展 是大势所需 不是民进党的台独政策 所可以阻牢的 近日岛内出现淡荒 引发民怨沸腾 您认为淡荒持续一年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么这反映出台湾经济有哪些问题呢 这个基本上就反映出来 台湾当局的 执政主管当局的无冷 为什么 今天为什么台湾出现鸡蛋的淡荒 鸡蛋本来就是台湾的民生必需品 什么情况之下都需要鸡蛋的消费 而这几年来气候的异常 冬天比较冷 而台湾到目前为止 它的养鸡场的基设 还都是开放式的 那你冬天冷啊 你由开放式的养鸡场啊 你当然会引发 产弹率的下降 这个台湾农镇当局早就应该知道了 好第二个 去年台湾是选举年 因为是选举年 所以民进党当局政治挂帅 硬把鸡蛋的价格压低 而再加上因为俄乌战争 玉米跟大豆的成本都提高 所以在成本提高 价格被压低之下 台湾的这些弹机的生产业者 就自然会减产 你农政主管单位 既然是主管单位当个大官 你就应该预测到有这个问题的发生 好那从这个淡风的问题 就可以显示台独当局是无能道的基点 只会每天抗中保台 只会每天谈一些意识形态 只会每天骗选票 他实际上有能力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吗 连这么简单的鸡蛋的问题都处理不好 那遑论其他了 而且蔡英文不是吹牛 说台湾的经济是历史最荣光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很好 从这次的淡风 而且马上又有肌肉方也出来了 显示什么 显示台湾的产业结构高度不平衡 所以也等于重重的打蔡英文当局一记耳光 证明了台湾的经济根本不像是民进党台独当局口中 所说的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反而是现在台湾整个经济都在破产的边缘 在挣扎求生者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日前预告修正所谓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草案 并更名为所谓全民防卫动员法 此举在台湾社会引发极大关注 岛内舆论担心 该草案一旦通过 可能成为民进党打压异己的手段 请看详细报道 台媒报道指出 该草案涉及教育动员准备方案等内容 并传出台教育主管部门 近日已经召集县市教育主管讨论 要求将16岁以上学生不分男女 编列进动员名册 这让家长们担忧 孩子恐会被征召上战场 以及协助武器弹药等军需生产 台防务部门2月28号回应表示 所谓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修正 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 台防务部门还称 学校防护团的扶勤范围 包括救护 消防 倡导 生产等 其中协助军需物资生产工作中 并无武器弹药 中国国民党民代赖石宝质疑民进党当局 抗中宝台你在喊 政治红利你在拿 需要牺牲奉献的时候 却先派青年学生去军需生产 国民党民代李贵敏痛批 民进党就这么不在乎我们的下一代吗 为什么要拿年轻人当炮灰 另外修正草案增订的第15条内容 也引发舆论对侵犯新闻自由 和民进党当局要无限扩权 管制媒体的质疑 15条规定 为因应新闻及不实讯息处理 主管机关在动员准备阶段 就要对出版事业 广播电视事业 互联网平台与应用服务提供者 及新闻从业人员 实施调查统计编组及规划 岛内媒体人黄阳明27号指出 号称暂时才会进行媒体必要管制 但平时做的调查 会不会给媒体制造压力 会否变成变相的寒蝉效应 甚至是所谓数字终结服务法的 借壳上市 据台媒报道 金门县政府日前表示 为了提升金门乡亲 搭乘小三通的便利性 自3月1号起 简化两岸小三通审核程序 请看详细报道 根据新规定 金门级居民持身份证证本 及旅游签证或金马证等有效证件 即可当日现场购票与搭船 至于非金门级的配偶 直系血亲 陆生等身份 身份审核作业时间 由原本提前三天定位 调整为提前两天 金门县政府表示 此举是为了提升金门乡亲 搭乘小三通的便利性 持续争取更为简便的作业方式 目前小三通仍有开放对象的限制 金门级居民的非金门级配偶 或直系血亲 或不属于上述类别的个案 或人道需求者 仍应提前预定传位 两岸小三通自今年1月7号复航 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2月7号宣布 推动小三通常态化 截至2月24号指 金夏与金泉两条航线 已累计出入境6894人次 台湾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据台主计总处最新调查显示 2022年岛内60岁以上高龄就业者 达103.1万人 占整体就业人数近一成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湾工商时报2月27号报道 统计显示 台湾65岁以上老年人口 今年1月已超过410万人 占比达17.6% 台湾地区发展规划主管机构 去年预计2025年 台湾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 迈入超高龄社会 从就业态势来看 2010年岛内60岁以上就业者 突破50万人 12年后这个数字已经翻倍 以老龄化社会最严重的日本为对照 日本总务省2021年统计显示 65岁以上就业人口为909万人 占总就业人口的14% 岛内服务业吸纳了大部分 中老年人就业 以2021年数据为例 仅服务业就有超过50万人 其中批发零售业因行业规模大 中老年就业者数量也最多 达17.5万人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